哈喽,小朋友们,今天我们来玩幼儿园过家家玩具 这有两只小熊,粉色和棕色的 打开门 让棕色小熊进去 粉色小熊也进去 关门,开始跳舞咯 跳舞咯 棕色小熊出来 粉色小熊也出来 关门 摆一张椅子 让棕色小熊坐上椅子 再摆上书桌 棕色小熊要学习咯 这是一辆三轮玩具车 放这里 粉色小熊来玩 掉头 出发 棕色小熊学习完了 过来量身高吧 量好了 好了 粉色小熊也来量 好了 继续骑车 棕色小熊和粉色小熊来玩翘翘板咯 真好玩 粉色小熊 粉色小熊来玩铃铛 棕色小熊来坐小飞机 下来咯 这个是拖拉机的车头 这是一节车厢 可以用来装货物 接上去 吊转车头 出发咯 这是一辆搅拌车 这里可以搅拌混凝土 然后倒出来 搅拌车出发 这是一辆搅拌车 后面的车厢 可以这样卸货 搅拌车 准备出发 这是一辆多用途工程车 前面是一个铁铲 后面有一个挖斗 工程车出发咯 这是小猪佩奇 这是小兔瑞贝卡 这是小兔瑞贝卡 Pepa and her friends are playing in their clubhouse 拿走玩具屋 佩奇来玩具屋里玩咯 Pepa and her friends are playing in their clubhouse 佩奇的右边是厨房 左边是餐厅 放一个灶台 放一个灶台 佩奇可以煮饭 煮好了 擺好餐桌 椅子 配齐来吃饭啦 在椅子上坐好 吃面包 胡萝卜 佩奇吃饱啦 去玩咯 翻过去 翻过一面 翻过一面 左边是佩奇的玩具房 右边是乔治的玩具房 摆上玩具桌 摆上玩具桌 配齐来玩玩具 喵 乔治也过来啦 给乔治穿上恐龙人偶服 乔治也过来啦 给乔治穿上恐龙人偶服 穿好了 变成了恐龙乔治 小兔 小兔瑞贝卡 过来玩啦 这个是储物箱 可以放食物 也可以放玩具 给瑞贝卡穿上 萝卜人偶服 还有叶子 放口顶 变成了胡萝卜 瑞贝卡 哦 外边还有好玩的 可是佩奇在二楼 好高啊 给佩奇装上滑梯 让佩奇滑下来吧 哇 真好玩 乔治也想玩 还有瑞贝卡 一起去玩吧 乔治上来啦 好高啊 开始滑喽 乔治滑下来啦 瑞贝卡也来玩滑梯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一 二 三 哇 瑞贝卡也下来啦 佩奇要来荡鞦韆 真好玩 瑞贝卡 瑞贝卡和乔治也想荡鞦韆 但要先脱掉玩偶服 瑞贝卡脱好了 给乔治也脱掉 脱完了 让瑞贝卡 让瑞贝卡先来吧 瑞贝卡先来吧 瑞贝卡不小心摔倒了 好 没关系 再来一次 好了 该下来咯 轮到乔治玩了 乔治快坐上去吧 乔治玩得很开心哦 拆开第一个玩具盒子 这辆是狗狗天天的飞机卡车 哇 打开驾驶舱 这是汪汪队的狗狗天天 让天天坐回驾驶位 关好驾驶舱 再打开车厢 这架是天天的小飞机 让天天来驾驶 让天天来驾驶 起飞喽 天天回来啦 下来吧 天天回来啦 把小飞机收好 放回车厢 天天来到了监测台 不 发现有情况 打开驾驶舱 天天坐进来 再关闭车厢 展开车身 天天出发 拆开第二个玩具盒子 这辆是狗狗阿琪的警用卡车 哇 打开驾驶舱 这是汪汪队狗狗阿琪 再打开车厢 再打开车厢 装上炮弹 发射 再发射一次 阿琪 阿琪过来监测台 发现有情况 准备出发 打开驾驶室 阿琪坐进来 切开车厢 车厢 遊玩 阿琪出发 拆开第三个玩具盒子 这辆是狗狗露马的卡车 卡车可以伸缩 打开驾驶室 狗狗路马坐进来 再关好 打开车厢 这是钓钩 这是一条金鱼 哇 把金鱼钓回车厢吧 好了 关闭车厢 路马要去运送金鱼了 收回车身 出发 拆开第四个玩具盒子 这辆是狗狗毛毛的消防车 消防车可以伸缩 打开驾驶室 让毛毛毛来驾驶消防车 拉出车身 打开车厢 这是水袋 不 只相对着火了 猫猫快去救火吧 猫猫来到发射台 安装水弹 发射 我没扑灭 我没扑灭 再发射一次 还是没有扑灭 猫猫说 那我们得用喷水枪了 开始喷水 我扑灭了 猫猫可以回去了 打开驾驶室 猫猫上来吧 关好车箱 收回车身 出发喽 最后拆开第五个玩具盒子 这辆是狗狗小丽的工程卡车 同样可以伸缩 打开驾驶室 这是汪汪队狗狗小丽 打开车厢 这是吊卡 小丽来工作了 我们又捉到了一只小鲸鱼 把小鲸鱼勾在钓钩上 旋转钓塔 放好小鲸鱼 小丽要去开车了 把小鲸鱼放在这里 OK 收好钓塔 关闭车厢 小丽坐回驾驶室 出发喽 拆开第一个玩具盒子 拆开包装袋 这是小猪佩奇 让佩奇 让佩奇站在这里 我们要来给佩奇拼装王座 开始拼装啦 装上座椅 这是座椅背 装上去 好了 还有一个装饰品 放这里 佩奇坐上试试 嗯 很合适 我们再给佩奇打扮一下 这是仙女翅膀 给佩奇穿上 插好了 再戴上黄罐 黄罐戴好了 这是泰迪熊 给佩奇拿着 还有仙女棒 也拿好哦 噔噔噔 佩奇变成了仙女公主 拆开第二个玩具盒子 拆开包装袋 这是小兔瑞贝卡 让瑞贝卡站在这里 来给瑞贝卡拼装积木 摆好桌子 蛋糕放上来 还有椅子 放这里 瑞贝卡坐上来 再让瑞贝卡下来 给瑞贝卡套上胡萝卜玩偶服 后面也要套好 带上叶子 哇哦 变成了胡萝卜瑞贝卡 好可爱啊 拆开第三个玩具盒子 撕开包装袋 这是小猪佩奇的弟弟 小猪乔治 乔治来拼装积木了 乔治要拼装的是这个积木 放上底座 放上底座 一棵树木 拼好了 来给乔治套上恐龙服 看好了 乔治变成了恐龙乔治 这是乔治的恐龙玩偶 拆开第四个玩具盒子 撕开包装袋 撕开包装袋 这是佩奇的好朋友 小羊苏西 苏西 苏西也来拼装积木了 要拼装的是这个积木 放好底座 装上柜子 还有另一个柜子 给小羊苏西拿上医药箱 戴好听诊器 戴上护士帽 这是护士小羊苏西 小朋友们 这期视频你们喜欢吗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